9月22日,火箭队跟队记者凯雷克在最新报道中指出,火箭队主帅德安东尼,对于新载季阵容有着自己的规划,对于安东尼的使用。 德安东尼不打算让他打三号位,而是和塔克轮换出场打四号位,而这对于中国天才周琪来说,是个相当打的打击,这是因为周琪上个赛季效力火箭期间,就被德安东尼定位为四号位,德帅希望周琪打空前行的大前锋,练出投射能力,同时又具备防守能力,给火箭队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变化。 可面前有塔克和安东尼这么两座大山寨,可以预见,新载季周琪基本上不存在升级微主力轮换的可能性了。 至于中锋位置上,刚签下五年九千万大合同的卡佩拉,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中锋,今年人家的目标,可是要冲击学明星阵容的。 此外,内内是这个位置的第一替补,比周琪还笑一戒的哈腾施泰因,因为比周琪更强壮,更能站住中锋的位置,他才被定位为五号位上的接班人选。 因此,德安东尼做出的这个决策,对于周琪来说可谓相当的不利。 周琪在刚刚遭遇脚踝伤病后,如今又受到了一个不小的打击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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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